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冰哥 那今天是2017年的6月28號 那YouTube在前幾天的話 又有做一個版本的一個調整 那原本在整個6月份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他是做一個調整 就是不會幫我們推薦 所以我的那個整個一個數據 都一下子就有一個蠻大的一個落差 不過根據昨天調整的狀況來講 他反而是一個比較正向的 這樣子的話會讓我們一些新進的YouTuber 包括所有人在經營上面 才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在頻道經營最主要就是 你如果看我們的一個流量 給大家看一下 流量來源很重要的一個就是瀏覽功能 那瀏覽功能是什麼呢 瀏覽功能就是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的 隨便點我們的一個YouTube YouTube頻道 這邊點一下 那這邊就是所謂的瀏覽功能 他是根據你之前的 包括你觀看的影片 你曾經點過什麼樣的一個頻道 包括曾經訂閱過所謂的正常SEO 你訂閱過的頻道 你看的習慣你看的頻道 這樣子一個一個下來排進來的 這是正常一個一個SEO 可是六月份的時候 他自己打破自己的一個常規 讓自己的SEO就是不算數 就是他沒有做一個推薦 那這樣子一下來啊 真的說我所觀察的 因為兵哥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的到這邊就有好多個頻道 包括我還有記錄 包括我還有記錄這邊 你看這邊包括 XLU TV 貓貓TV MIRRORS GARDEN 聖結石老王頻道 中量級 包括自己的頻道 民歌都會去觀察像這是他們的一個數據的一個變動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主要就是為了分析不同頻道的一個性質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讓我的這個 想法就變成單一變成我自己想的 而我是根據很多種不同頻道 最後這樣子才得出來的一個數據 那他之前的那個做法的話幾乎讓所有人的頻道都會經營不下去 不過他索性 真的是索性他們在6月底終於把他推薦回 終於把他改回來 而且目前改的這個方式會 有利於你的頻道的經營 怎麼說 我現在直接點幾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我再回來剛剛這邊說明一下 瀏覽功能非常重要就是剛剛所謂的 你點開主頁這就是瀏覽功能這樣子一出現的話就算一次 那基本上我們所有的人就是來到YouTube你不可能 不是說不可能 大部分人不會說一來就在這邊做搜尋 不會來這邊搜尋 大部分的人點開手機或是點開電腦的時候就是 會照以前的習慣直接看圖比較快 除非你有特定目的你才會去這邊Key東西 那這邊Key東西的機率是多少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你的YouTube搜尋的部分 他所佔的比例的來講的話 目前我看過最高20% 30% 但是最巧的部分 大家最大部分在使用還是這個瀏覽功能 那瀏覽功能就是我們從這邊帶進來的以後 那你可能 假如我說我點了這個影片 他才會在附加周邊 我的是用TubeBody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在旁邊這裡有看到一個Creator Suggest 他這邊有五個 那五個意思就代表旁邊推薦影片 有五個還是屬於486團購的 我剛剛點這個是486團購的影片 那現在一個改版的一個差別點就是在於 我們現在假如說來到賓哥的資訊主頁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來點一下我這個影片 這一次改版的功能就是有 我們來他第一個 19分之9 OK 總共 下方19個影片裡面你看到這些都還是賓哥的影片 有9個是推薦我的 那 你如果在下方在同樣在點我的影片 這邊還是有19分之9 那如果在下來下方還是在繼續點我的影片的時候 這個是19分之6 19分之6那我再點點幾個給你看看 19分之9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一個觀眾來你這一邊的話 他是經由剛剛我這樣講的 他連續點你這個頻道 的影片連續多次的話 會有助於 他 在幫你繼續推薦的一個機會 喔了解嗎 不會就降到1啊降到2啊甚至降到0 所以大家如果了解到這一點的話 就請盡量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做 吸引你 你的那個訂閱群眾的一個影片 讓他們 有機會能一看再看 那 第二個呢 第二個 我已經說很多次了就是影片 你要做大量的上傳 同系列的影片大量上傳 因為這邊如果是19個那 YouTube他會推薦你的 頂多就是到6層到7層 那你要怎麼樣達到6層到7層反推回去就是說 你最起碼這邊 同系列的影片你要做30個以上 30個以上你最多最多才有辦法把他推薦的影片這邊給塞滿 把他給塞滿 OK 那以上這一點簡單的就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對大家頻道經營方面有幫助 那我是賓格今天是6月28祝大家經營頻道一切順利非常順利 那如果喜歡的影片幫我按個讚 喔有什麼方面的經營方面的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那 祝大家美好一天 今天是彩虹期喔 好今天Google那個YouTube頻道是彩虹期喔可以去看一下 兵哥最近迷上玩整個指尖陀螺超好玩的 非常殺時間 大家不要不要去玩 不要去玩真的 我總共買了十幾個指尖陀螺啦 好啦那我們下個影片見see you bye